然后底下呢 我们会用Redux 然后来配合Fetch 然后来看一下 整个真实的这个读数据 写数据 甚至来讲上传文件啊 一系列的东西 那做这个的话呢 又涉及到Redux了 涉及到Redux呢 好 我们涉及到Redux的东西呢 我们就拷贝一些文件过来 否则的话 这个自己写 这个有点那什么 那么我们想Redux 涉及到拷贝Redux的时候 有哪些文件 从哪个文件里考 我想想从这考吧 从这里考 我们会用到谁 Store用到吧 Actions用得到吧 然后App用得到吧 然后Index用得到吧 这几个 对吧 其他的我们再说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先把这个要保存一下 因为要不一会儿来讲就覆盖了 所以刚才6呢 我们搭服务器那个例子是6 所以底下呢 应该是7或者8 index 第7个和第8个 诶 不对 这是什么东东 对 这样 对了 7或者8 我标注一下 这是 这是8 因为我们把它倒过来了 是吧 这是7 好 4和5 刚才标注了 4和5的标注 其实是在这里 对吧 这是4 这是5 所以那么APP呢 这个也得保存一下 APP4到5 5.js 这个未来方便大家 你如果去看待玩意儿的话 你把相应的东西往里考 它就是对的 CBO 好 CBO 好 CBO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再做其他的7和8 等会儿我调整一下我这边 STAR STAR ACTION APP 好 那么我们现在 把那几个考过来 这个一会看一下吧 APP和INSTAR 把这两个考 这两个考过来是绝对没问题的 然后放到008里面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要改哪些东西 index78 已经不用了 第是9到15 对 这个里边呢 我们现在再过来呢 就是在APP里做东西了 所以这个又变成很那什么呢 所以这边我就 大家原谅 我就直接考配就完了 反正就是这里边没什么营养的一堆东西 这个就是REDUX 带着REDUX那个东西 对吧 OK 然后呢 底下我们开始看APP APP.js 这个是刚才的一个样子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们会把它整个 因为它会 等会儿 稍等 这个是不用了 这个是不用了 然后这个呢 里边也暂时没啥用 删掉 好吧 然后这个呢 也 留到第五就行了 好 这看起来现在清爽多了 对吧 清爽多了以后的话呢 那么首先APP里现在其实没有任何数据 APP里用不到什么数据 它只是漏的三个空件 一会儿我们来分别写这仨空件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先把空件的名字 或者我们先去写空件吧 所以这里面REDUX 我们也不把APP上绑了 那么底下呢 我们其实来讲就是会看第一个空件 我们先做第一个空件 这个空件呢 我们叫做 叫做 users list 当然一会儿我们会再引 然后component里边呢 我们开始建第一个这样的一个folder 是users list .js 大写字幕 大写字幕对的 那么users list里边呢 其实来讲这个 它干嘛 它其实来讲就是把相应的数据拿进来 那么我们 我们先把壳子烤进来吧 就是正常的一些 就是没有营养的东西啊 我们就先拿进来就完了 这样还是能快点 而且避免产生一些七七八八的错误 好 这个啊 是没有render函数 那么在这里边呢 要return 整个这个过程呢 上面是 这个它肯定也不行 我连地步都写出来 而且正常用到了这个 相应的 比如getusers什么的 这个一会儿呢 getusers是在action里面有的 这个是 等会儿我们看一下 这个actions考过来里边的名字 跟它对不上号 一会儿我们在这里边要 要改一下 这个倒好说 我们一会儿 我们一会儿去改一下 users list在这里面呢 首先它会涉及到 几个东西 这个几个东西 我们是要改一下 首先它要in actions import 是in getusers from 点点 actions 它从这儿要引 又没写分号 然后从这引的话呢 那么 这几个这都对 没有问题 然后从这引的时候 这里边我们要改一下 这里边我们要改一下 这个跟原来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地方呢 其实因为有一些不太一样 它跟它不太一样 所以叫set 这个其实叫getusers 因为它这个是从远段获取嘛 这个跟刚才我们那个例子里面完全不一样 所以就getusers 然后这里的用的name呢 这个叫getusers 然后这个名字呢 从它这来 我们一会儿要整个把它看一遍 getusers 然后第二个呢 这个是add 这叫adduser 这不是addage 因为它已经 后台的数据都已经不一样了 addusers 这个就是addusers 然后这呢 也是 adduser adduser 然后它里面呢 这应该是 上面是 上面是users 稍等 这个地方名字都不对 也就是说 它在远端获得所有的users以后 把这个users整个放进去 这个就不用value了 也就是说如果前面设进去的东西跟后 比如像这种情况 前面的东西跟后边的东西是一样的话 那它就直接写一写 写一个就行 不用都写 ser 对 user ok 那么这呢 我们会看到说这是user 这是get get的时候呢 获得一个user 这是我从远端 那个-s-ulst 拿到一个数组 拿到数组以后我就往里放 time是呢 getuser 那么方法呢 就是getusers 这个地方叫adduser addusers呢 其实来讲就是说 我往里发一个 你看这个地方又错了 我往里发一个action进去 发一个action进去以后呢 那这个是user 是它相应的内容 那么这个东西呢 就是post的 post到远端 那post到远端以后 远端把它增加 看它是成功还是失败 好 那我们这两个改完了以后呢 那么相应的这个store 我们也得改一下 store要能够处理这几个东西 这个store竟然还是写成 这个样子 把它拿掉 所以考过来的这个东西 还是 问题多多 那我们不combine它 combine它干嘛 那么这个是当时缺少 那个reducer 好吧 然后呢 这个在那actions的过程中 这个里面一个是getusers 一个是addusers 对吧 是这两个 那么在这儿呢 这个名字 这个初始的就不对了 因为它这个state里边 其实来讲是什么呢 都是跟user相关的 它应该是一个数组 所以它缺少的状态 应该是一个数组 然后 combine这个用不着 拿掉 那么 从这个拿出来 provider这个东西拿掉 然后呢 这个calling也没啥用了 或者带着吧 这个一会儿能看的 能看的清楚一点 那么当它是getusers的时候 如果getusers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时候呢 它就返回 因为这个开始原来是改一部分 这个其实你要改 整个就是改成新的了 所以我们直接retrain一个action 因为它进来就是数组嘛 所以我们就直接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怎么出来 actl1u s e r s 就直接返回它的这个东西 那如果是我要add users呢 add users的时候是 那个是它增加了一个 所以这时把前面的state的放在这 那么后边的话 把这个新的放在这 斩进去就完了 actl1u s 把它斩进去 那么这个地方不是大货号 这个地方应该是什么 数组 对吧 所以我们说数组和对象 这个地方都是可以使的 ok 我们看一下还有没有问题 好 好 state 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改了一个名字叫users 我们把这个function的名字改成这个 所以这个combine还是需要 因为未来我们不一定 怎么去用它 把这个这个去掉 这个东西用出不来 啊 start 然后呢 是掉用combine reducer 这个里边呢 括号里边 它其实是放 原来可以放多个 现在我们只放一个 放一个users 那就是这个是 这谁是他 对吗 把它放进去 也就是原来有多个的时候 可以有多个 那么有一个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写 但是只是名字空间的时候 它会往上 往挪一点 挪一点对我们有好处 因为未来 它这个是关于user的 如果其他的东西进来改的话 那它会乱 好吧 所以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这样 好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然后的话呢 那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 刚才的这个user list 那么在user list里边的话呢 那么刚才我们getuser actions 这个东西就完事了